再來啊 這個政治方面齁 我還是表達 我的一個 很狂妄的一個企圖心嘛 對啊 就是啊 後面的全部都 全收 後面的全吃了 後面的全要了 然後呢 就不要分國民黨民進黨了 就是共產黨 這個 你有沒有想過啊 我們創了一個 政權一個政府啊 而且又是一個 新的政府 那是一個很 很 很興奮的事情 讓人很興奮的事情 第一個 文字全部改變 第二個 欸我這手都很像黑人的手 裡面是白 第二個什麼 教科書啊 對不對 各種國文啊 我們想要教什麼 我們全部重新編啊 對不對 我們創造一個新的政體啊 出現啊 一個政府 新的政府 這是一個很令人興奮的事情啊 對不對 教科書都可以重新編啊 文字啊 對不對 文字改成新的中文嘛 簡體字嘛 第三個 還有就是 還有一些其他 一些小小事情啊 什麼 軍費啊 就不要再跟美國買武器了嘛 那台灣的 政體啊 就是用共產黨的制度嘛 那共產黨制度 我們都看到 就是人家就 就挺好的啊 對不對 那有人要講六四 你要講六四 那我 你怎麼不講六百四咧 我還六千四咧 就不要講了嘛 就過去都過去了 講了也好 講了怎麼樣 讓人家更懂得 這是一種畏懼 就不要 不要 不要亂來 那我這邊說 我以後的全 全要的意思是怎麼樣呢 就是啊 你這個 外食小孩啊 就怎麼樣 勞動勞動 對不對 不要當白肉了 不要當白肉了 肉要曬得黑一點 要去做一些 做一些 勞工的事情 要全部的 普遍的小孩都要去做勞工的事情 當成一個什麼必修課啦 那一些本聖的小孩就怎麼樣 就是 各種學識內容啊 本職學能啊 再加強 因為好像 我們本省人啊 英文都比較爛 對不對 好像外食小孩 英文都比較好 可能跟什麼先天性的母語有關係 那我最近也發現啊 這個 你說台語講不講啊 其實好像不是那麼重要耶 我們沒有 不一定要 外食人一定要會講台語耶 不一定耶 主要是什麼 要願意去做事 這才是真的 比方說 我現在曬得黑黑的啊 我到人家店裡吃飯 在台北都是講國語的啦 不會說一定要講台語 當然你會講 絕對是 認識的朋友更多嗎 但是在未來來講啊 主要其實講一種語言也是比較好 也是比較好 也是比較好 所以啊 外生小孩啊 是不是一定要學台語 可能不一定 可是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下來勞動 對不對 一定要跟工農結合 這是一個 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個 一個制度嘛 一個必修課 這樣子啦 你的國家內部啊 才不會 亂嘛 對 大概我就講這樣啊 我還是有一個企圖啊 就是後面的全收啊 全吃啊 什麼一些國語族群的啊 跟台語族群的啊 就是歸到我這裡 我不就這個意思了嗎 對不對 這樣也沒關係 那歸到我這裡是怎麼樣呢 也不是獨裁啊 是怎麼樣 工人階級啊 對不對 又不是說一個大皇帝 不是地主 對我也不是地主啊 是無產 對不對 不是地主階級 也不是封建 對不對 像皇帝是封建嘛 也不是啊 工人對不對 然後啊 這個政府上面的人啊 全部都是 這個又吃苦耐勞啊 又有學問的人 這就沒有人會廢話了嘛 我就是想要建立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在我們未來 建立這樣子的一個 國家體系 大概是這樣的 一些細節我不知道 這我一定要表明一下 因為怎麼講 前天講了民進黨 這個會有人反應 那這個表示怎麼樣 政治方面啊 已經在碰觸了 政治方面已經在碰觸了 那有反應我要再繼續溝通啊 對不對 那有些也要修正啊 比方說我之前 說啊 這個 國語小孩啊 一定要學台語 可是啊 有些人表示不同的 不同的態度 他說 學不學台語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跟你一起勞動 這比較重要 欸這點我沒有想到耶 對不對 嗯這點我聽到了 會不會講台語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跟你一起做事對不對 很棒吧 不錯 對啊 現在已經開始碰到這個 政治 政治方面的東西了 有些小孩啊 他說 哎呦 突然我要變成中國人了 對不對 一定也是會反彈的嘛 對不對 那有些 朋友就是 說 我為什麼一定要聽你的 你一定要學台語 我就不學 可是怎麼樣 我願意跟你一起做勞工 對不對 這我剛想過 對不對 就是啊 我們越往政治方面碰啊 就是越有這種 新的想法會跟我們結合在一起 這不是很棒嗎 對不對 這不是很棒嗎 好 今天當然 今天這個要說的東西不多了 因為這個 我還是蠻累的 等一下還要上課 8點半要上英文 我再說一次啊 這種政府是怎麼樣 上面的人啊 就是又勞動 又 又 又有才能的人 並且啊 是一個怎麼 鼓勵啊 我們未來的小孩 未來的人啊 也是要互相的一直勞動 也是要 也是要 互相的一直勞動 也是要 也是要怎麼樣啊 唉 講一講 我也是要怎麼樣 我也講不出來 我也不是很想這個勉強自己 一定要會講 反正就是這樣子啦 社會主義 對 社會主義 也是要 也是要社會主義 就是我們這個 人啊 一定要下去磨 一定要下去磨 不要當那個北吧 那個北吧 真的在勞工階層啊 真的不受歡迎 所以啊 把我變成這麼黑啊 不是在操我耶 是怎麼樣 是在幫我耶 當然也是有點操啦 對不對 我曾經弄完一下 現在怎麼樣 現在人家 都讓 願意讓我 把他當成自己人啊 把我當成自己人啊 這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 當一個勞工的好處 不然啊 你不勞工的人啊 你跟那些人 永遠是兩派人 對不對 所以要鼓勵勞工 鼓勵勞工就變什麼了 就是社會主義 也就是社會主義了嘛 鼓勵大家當勞工 不要 你不一定要勞工一輩子 可是你要很有那個經驗 很了解 這樣講就通了 好 待會講不到 我今天也講不到太多了 因為還是很累 可以再輕鬆一點嗎 沒有 呵呵呵 呵呵呵